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公司应该算是这边最早的一批开始work from home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三月初差不多吧 时间已经有点凑乱在家待太久 然后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公司内部是发一些告示 比如说让你多洗手啊 那时候我是刚我回国过年了 然后我刚从国内飞回来 然后那时候要隔离14天左右 然后公司内部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不戴口罩感觉 然后那时候有时候我回去拿什么东西我戴口罩 然后大家都看过就是这种角度 那时候还没有严重到就是要隔离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宣布pandemic 然后就各大公司都开始就是work from home 这就变成了一个常态 目前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有确诊的员工呢 确诊员工其实从我刚从国内回来的时候就有了 内部有个邮件说是其他国家一个分部的一个员工确诊 然后当时我还在组里跟同事聊 我说这个地方已经有确诊了 但谁也不知道他的base是不是在美国这边工作 然后我觉得还挺慌的 我说如果有人确诊的话 那公司内部传染的价格还蛮大 是 对 那就是因为你是做engineering的工程 其实温冯宏对于你来讲 是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呢 工作这块我觉得影响应该不大 就是本身他工程师这个属性本来他就是在见老婆 这个面前悄悄悄悄代码 所以就影响还好 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的效率会稍微低一点 比如说家里有孩子或者什么 他就很难去focus在工作 所以这方面可能效率会低一点 因为如果你去找一些同事啊 或者找别的组的员工去合作一些项目的时候 可能进度会稍微缓慢下来 因为就是他时间自由了肯定这个效率会下降一点 对 像你有没有经历过呢 像我们现在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面有看到过说 有些主播然后就是在家连线 然后突然宝宝就进来了 然后或者是说其他同事在开会猫狗就上来了 你自己有没有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事情 我老板他在开会的时候 他孩子就爬来找他 然后他就给我们介绍 哎就是我女儿什么什么的 然后还蛮可爱的 还ok 你会觉得这样会加进一下你同事之间的就是 就是情感啊之类的 还说你会觉得有点disrupt 就是打扰了你的工作状态呢 其实我们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就是 不了工作的一个meeting 不是一个meeting 是一周两次的meeting 我倒感觉好像在家工作这个 开视频聊天这个轻松愉悦度 比之前在公司工作还好 对 只不过大家就是都出不了门感觉比较闷 然后每周的话题基本上就是围绕着 疫情呀生活呀比如cooking啊这一系列 明白 那其实对于你们engineering 你们这个team来讲的话 疫情对你们的业绩各方面会有影响吗 业绩 比如说之前应该有看新闻说这个facebook他出了一个这个政策 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业绩考核取消 然后给大家一个固定的评级 然后还发了什么奖金什么的 业绩来看的话 大部分公司我觉得过多或少都有一些个 不一定说是好的或者坏的影响 可能他政策上面会有一些微调的改变 然后 这东西可能有一些人会感觉不适吧 但是这个特殊时期好多东西大家都要去慢慢试 明白 那要不给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在家一天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 从早到晚是如何工作然后生活这样的分配 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可能疫情在家 我觉得我工作的时间反而到更长了 觉得就是反正在这也无聊 本人也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什么 出门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一般就是早上比如说7点钟就跳起来 忙点自己的事情 然后中午稍微做个饭 就是说做点简单的这种炒个鸡胸肉啊什么的 然后 对 然后晚上 工作到晚上大概11点半12点那样子 那么现在在疫情在家 我们健身房也关门了 然后各方面商场所有东西都关门 那你如何就是打发你平时的时间呢 嗯 你说到健身房这个我觉得对我影响蛮大 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非常热爱健身的人 然后我现在家的话可能也就是弄个瑜伽垫在上面做做这种 嗯 博冲 然后我还有一个那个杠做一做这个引起向下什么的 对 然后跟着屁股可能做一做操啊什么的 但是肯定强度就没有之前去健身房这么有效这么大 然后另外另外一方面吃吃上面也是一个问题 嗯 就可能之前增肌的话会吃很多蛋白啊什么的 公司食堂也全天开始比较方便 现在的话可能也就考虑减减脂肪的 吃的也不是很够的 那你觉得疫情现在我们疫情已经到了一百万 你家国内的家人会担心吗 有想说想让你回国发展吗 有的就我妈来讲的话她每天她之前有一段时间就天天催着我回国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 那时候可能也就是个二十万 嗯那个时候她说你能回来吗儿子 然后我说我就回不去啊这个得工作什么的 但后来就后来就回不去了就真的回不去了 这个批票都找不到手 对然后反正现在就加州来看的话我觉得控制还是不错了 然后对她也是最早消费退的地方 现在每天的增长可能也就我们这个地区可能也就二十三十的样子 就不是很紧张 我觉得如果就是一直在家的话也蛮安全的 那比如说在加州的这个地方你会觉得疫情控制到什么的情况下面 你会比较大胆的敢出门 我的话可能保守一点 我的话我觉得这整个地区可能一天新增个一至两立 然后大家都有安全意识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出门还可以 但是现在来看就很多州复工了 而且这美国市民他本身这个心态就要兴散 国系抗议 通常就不戴口罩呀 出去海滩玩什么的 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不舒服 出去玩什么的 嗯那我就是想为这一届的就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 某一点福利就是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讯息 很多的公司有就是现在hiring freeze的这个状态 那么就是想了解一下说这边的你们这边那些科技公司 是否现在是hiring freeze的状态 那么比如说应届的毕业生在五月即将毕业 他们是否会有机会 或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或有工作的机会呢 首先我觉得今年这个形势确实是不乐观 因为你看全美的这个事业人口已经增到了 2600万吧 然后这个势头确实大环境不是很好 但是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尽早准备 就是你在毕业之前尽早就是把自己的简历啊 然后你的面试的skill set都打磨好 那这样的话你利用这个opt三个月找工作时间 就可以多头多面 虽然前景不好 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放弃机会 就是在至少在科技领域来说别的领域我不是很了解 科技领域的话 这一系列的大公司 他们还是有机会 去这个有新岗位出来 比如说像其他一些行业不景气的科技公司就不要考虑 比如说Airbnb Uber这种他可能短时间之内他还缓不过来 不可能大规模的去扩照 对所以 两点吧 一个是尽早准备 然后第二个就是广撒网 多找这多networking 多找那些的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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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